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很開心就是聽到有一些人說他是支持死刑的 就是請你們放心 這裡真的是一個地牌 我們真的很希望聽到不同人的聲音 所以請你覺得非常的安全 然後我每次聽到有支持死刑的人來這裡的時候 我都會非常非常開心 因為我覺得至少我們有不同的聲音可以對話 然後就是有一些人會說他是支持廢刑的 但更多人我覺得是對死刑這個議題有興趣 我以前無法理解為什麼會對死刑的 死刑異議有興趣 但我覺得這可能代表說我們或許在這個議題上面 還在思考然後還沒有下決定 還在猶豫還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 那廢刑聯盟和廢死刑起司 我覺得就是一個非常對的地方 好 那我想今天我們會分兩個部分 就是第一個部分是我想要請兩位講者分別談一下 就是FACE的運動 FACE的歷史在台灣以及在匈牙利 那我覺得應該會是一個非常精彩的一個對話 所以現在我就想要先請兩位講者 針對這個部分可能做發言 那在這之前呢 我要非常謝謝我們今天的翻譯 周中翰先生 我們會給他一個掌聲鼓勵 那個他是我們的志工 所以他是被我們澳蘭亞做這個翻譯的鋼俠版 那那個Andras Sayo法官 他是之前的歐洲人權法院的法官 那他是因為在這次的模擬亞洲 模擬亞洲人權法院當中擔任顧問的角色 那之前他當然也在一個大學裡面任教 然後最重要的 我對他最有興趣的一個身份 就在他應該是他比較年輕的時候 他曾經是匈牙利 廢層子群 推動檸檬的發起人跟發言人 這是對我來講我們最有興趣的一個身份 所以我們現在熱烈的掌聲他 歡迎他來為我們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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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美加çon same And then second round, maybe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第一部分是非常尊重的 所以我非常感到有些人在我的故事 我一位是一位的主持人 叫做《League for the Abolition of Despenalty》 我們開始在1987年 188,然後停 1883,188 大家好,非常感謝大家來到現場 今天還是可以看到這麼多的朋友 其實我們之前有談要怎樣來告訴大家 要怎麼來跟大家分享 我想在第一部分呢,我會先談一下 匈牙利廢除死刑的歷史 然後在第二部分的時候呢,再跟大家談一下 匈牙利有關於FACE的現況 那其實第一部分呢,很多是跟我的個人故事有關係 我很開心呢,就是可以在這邊跟大家分享我的個人故事 那其實在匈牙利有關於FACE的討論呢 是在1987年的時候開始的 我會透過說一下bble迷你當然 有關於FACE的討論 現在以1987年,1888 這位在1987年,1888 這位是在1986年 在1987年 有關於1987年 下任時有關於CNepad 有關於1987年 一些經濟非可議 在1987-1880年代大家要了解在匈牙裡還是共產黨執政 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政權之下有死刑是非常正常的 那在當時的這個執行執行呢是透過一個法院是寫在刑法裡頭的當時的執行執行是這樣子來做的 所以你必須要明白有兩種困難的問題 這是對共產黨執政的法律 第二點 每個侵犯的動作都被禁止了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的活動 所以大家要了解在當時呢其實會遇到兩個困難 一個是呢要推動廢復死刑呢其實是有違反共產黨共產主義的教條的 第二個是要當時要這樣推動這樣的運動呢其實是也是非常非常的充滿了挑戰性 但是它不是非常的危險 因為在當時的民主主義政府不是非常的敏感 所以手機上是罵就是罵他們並不要今天的方案 那在當時其實要做貼死運動呢其實是突然這種政治參與的氣氛 其實當時的共產黨在修養裡的共產黨他們雖然有死刑 但是他們並不會非常的去壓迫有關於廢死的討論 所以有這個刑罰但是當時其實沒有很執行很多的案件 那當時在修養裡呢 在修養裡的刑罰是非常有趣的 1995年的刑罰人員都支持 無論如何這個刑罰人員的刑罰人員 是非常有趣的 因為很多人對於共產黨的刑罰人員 如果有些刑罰的人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在當時其實做廢死有一個有利的情況 是因為很多人都反對共產政權 所以呢為了要反對共產政權 他們也加入了廢除死刑運動的行列 所以有兩個有利的情況 第一個就是因為大家討厭共產政權 而共產政權是支持死刑的 所以既然我討厭共產政權 所以我就支持被死 然後有一個第二次的原因 那還要有關於歷史的歷史 所以有兩種有關於歷史的歷史 在歷史上 一種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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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個有利的原因是 另外一個有利的原因是 跟匈牙利的歷史有關系 在1848年還有1956年的時候呢 分別在匈牙利發生了兩次的抗爭運動 那這兩次的抗爭運動的領袖呢 都在這個過程中被處決了 所以當時在匈牙利的氣氛是 拜國的人呢 這個死刑都是用來壓迫這些 有意義的死刑 所以當時在匈牙利的氣氛是 拜國的人呢 他就會覺得說 這個死刑都是用來壓迫這些 有意義的 在政治上有意義的人士 所以他們自然對於死刑 就會有一種負面的觀感 所以就給了我們一種正當性 來推動 因為很清楚的 死刑就是可以被當作正式的工具 那每個人呢都是因為不同的原因 就是被刑 我個人呢是因為我覺得死刑是有道德上的問題 那我也是因為我也是雙主修 除了法律之外呢也主修社會學 那在相關的文獻裡面呢 也提到了死刑是不可恢復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支持負死的原因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支持負死的原因 沒有克服效果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支持負死的原因 在這也是因為負死刑是不可信任 那些人還不太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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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今天有一些 就是死刑的朋友來很好 因為我想跟你們分享 我自己的觀點就是 其實事實上已經證明了就是 死刑呢是沒有喝酒效果的 那根據很多的研究呢 也提供了這個證據就是說呢 即便有死刑的話呢 還是會發生 那個謀傷害還是 還是會繼續的發生 And the other reason that was often mentioned in the debates in Hungary that time that it is just required by justice 那第二個呢 在第二個辯論呢 就是說 這個死刑呢 他 正義就是需要死刑 正義就是需要死刑 這就是死刑 Can you elaborate a bit Yes If you do something If you harm someone else You should suffer the same heart And then there is a quidivine 所以就是說 有關於 在這個辯論裡面有一個論點就是說 如果你傷害別人 就要用同樣的方式 然後洗牙翻牙眼換咽 這樣子變惡 And our position goes That this is not a remedy to anything There are other forms of punishment If you have to punish someone 所以我們的立場是 這並不是我們所認為 應該應該做的方式 因為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能有其他的方式 其他的解決的方式 救濟的方式 And if you really insist on suffering 所以如果呢 對於很堅持 一定要懲罰這個 加害者的人呢 這個長期的被關在勞役之中 已經是 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懲罰 And there was another practical consideration Because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case When someone was convicted And after he was executed And after he was executed Ten years later We came clear That he was innocent And this was news at that time 那還有一個現實的考量 就是呢 在當時還出現了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人呢 他被判刑了 也被處決了 可是在十年之後呢 發現他其實是無辜的 他其實是被誤判的 那在當時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So basically we use these four arguments in the campaign we had We had an organization embership etc So the four arguments were There were no deterrent effect No need for a purpose of resolution or justic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And human error in judicial action 所以在當時呢 我們推動被死的方式 也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當時我們在我們的運動裡面呢 就會強調這四點 第一個呢 是死刑沒有嚇阻少爐 第二個是我們並不支持 以牙環、牙液、牙液、懷疑 尤其他的處理方式 第三個呢 他可能會被政治 死刑可能會被政治所來利用 第四個呢 是 誤判願案 OK So this is 89 We organize ourselves And then suddenly the communist system collapsed 那我們是以這樣的方式呢 來組織我們的運動 可是突然間呢 這個共產黨政權就到盤了 The new minister of justice was by the way a member of our movement 新的司法部長呢 是來自於被死的運動的 是我們的盟友 And he wanted to abolish 他想要廢除死刑 但是呢 他不能夠因為政治的原因 來這麼做 所以呢 我們民選的首相呢 也是反對死刑的 但也因為政治的因素呢 他沒有辦法推動被死 因為當時大眾呢 還是比較支持死刑 And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in parliament was in favor of death penalty 而且在國會呢 有很驚人的多數的 國會議員呢 也都是支持死刑的 Now what happened be 所以當時的匈牙利費死聯盟呢 這才是一個方式 也就是上訴到憲法的法院 And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was very much our friend 那憲法法庭裡的 許多法官也是我們的朋友 actually they are my personal friends 他們事實上是我個人的朋友 And the majority were former members of the league 所以他們很多人呢 也都是前廢死聯盟的成員 Now there is an anecdote which tells you a lot about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When they were discussing this allegiance The presid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met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old him that they will abolish it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or encouraged him in a different version This is wonderful because Hungary would like to join the council of Europe which is the big European democracy organization and that was a way to be integrated in Europe in the sense of best of Europe to be part of the democratic community of European states and the first precondition was according to the council of Europe abolition of death penalty so in a way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did a great favour to the prime minister who politically could not abolish it through parliament but when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ruled that this is against human dignity they said okay they went to parliament and said look we have to obey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so everybody was happy there was no it was not the initiative of members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y were bound by the judgm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從一個小故事呢 就可以知道當時的 一個廢死的過程 也就是當時司法 這個憲法法庭主持的 這個法官 president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他去找了首相談 要推動廢死這件事情 那首相呢 他其實非常的開心 因為當時修良力的正直氣氛 雖然大多數人都支持死刑 可是呢 當時的修良力呢 是想要加入這個 歐盟的議會 也希望參與更多歐盟的事務 所以呢 在參與歐盟的這個 大多數要參與歐盟的話呢 是要必須被除死刑的 所以這個prime minister 他就很開心 就說 太好了 現在我就有一個方式 雖然大多數的名義 都是支持死刑的 但是透過憲法法法院 因為判決說 這個死刑呢 是有為人性尊嚴的 是違憲的 那推動順勢來推動Face 這樣子呢 我就有一個理由去告訴民眾 講說 欸我們都要遵守 憲法法庭的判決啊 我們都要遵守這個 憲法法庭的相關的一些 相關的判決的結果 所以就解決了當時修良力的 Face的困境 所以呢 呃 當時呢 除了Face之外 也推動相關的司法改革 所以就很順利的呢 可以加入了歐盟的議會 那當時要加入的時候呢 其實要簽一些 有關於歐盟的憲章 如何遵守遵照呢 也關於保護人群的規定等等 所有的 German國共產黨 卻能量以有分之間 全國共產黨有分之間 就是一共產黨所謂的 會那是一個 code 香吏術活動 molto熱 eder 德法不想關於殖民族的地方 所以所有歐盟的成員,47個歐盟的成員,要加入歐盟之前都得要簽署這樣子的協議 也就是在第六條有規定裡面說,在一個國家裡面是不能使用死刑的 那在歐盟裡面也變成了一個國際通用的法律 大家都知道說在歐盟裡面是不能用死刑的 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故事 那我先把故事停在這裡,因為在1991年之後就發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好,謝謝三個訪問,我們先給他一個掌聲,謝謝 剛才我一邊聽,我就一邊在算說 就是我跟張,我的朋友跟張絕芬的朋友 到底有多少人 感覺上我們來朋友是很多 所以我們到現在還在這邊奮鬥 可是我聽來,我除了有覺得有些相似的地方 但也有些不相似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就請張絕芬來回應一下 台灣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歡迎袁恆 我想也許我們在最後可以留一點時間來談一下 台灣跟中亞領子之間的對照 那我也先暫且回到多年前 就是台灣的費死運動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大致上把它分成四個不同的階段 最初,第一個階段 差不多也是在剛剛解緣的 解緣之前到解緣之後 大概1986年到1990年這一段 那這一段時間呢 我們知道1987年台灣解緣嘛 所以他差不多是解緣之前 那個社會開始有一點浮動的狀態 然後到這個解緣率解除 然後到剛剛解緣的時候 社會仍然在一個不確定的狀態 因為就像你關在一個採容子裡面很久以後 忽然被放出來 那那個時候很主要的民意就覺得說 我們過去是有解緣運罩著啊 那現在沒有解緣運罩著了 會覺得忽然失去幾個不安全感 所以當時可能最主要的主要的理論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試亂使用重點 好,那在第一個階段裡頭 有兩個最重要的事件 一件是唐英神愛 一件是馬曉彬案 好,這兩個案件都是當時最受矚目的死刑案件 而且他們都引發了一些社會上的討論 1986年的這個是唐英神案 那唐英神是一個鄒族的青年 他本來還在讀嘉義石磚 所以他是這個鄒族的年輕一輩 裡面非常非常的promising 好像有個美好的未來 結果他來到台北找工作 九天之後他就犯下了一個殺人案 那他殺害了一共三個人 因此當時這樣劇烈的轉變 對於社會來說是一個重大的驚嚇 到底為什麼一個優秀的青年 會在九天之後 忽然變成一個殺人蛋 那唐英神案當時在台灣引起了一些 當時主要的討論是在於說 那原住民的身份跟這個漢人的社會 他們是不是這個背景的衝突導致了唐英神 成為一個殺人手手 那當時也動員了一些包括媒體 包括文化界認識呼籲希望能夠強下留人 那這個就原運動失敗了 唐英神還是被犯死刑 而且很快就被執行 那這個唐英神案呢 依我們現在所看到 所以說是台灣社會第一次 能夠在一個 能夠用一個社會學識的眼光 去看待一個犯罪世界 去看到 當時所看到最主要的社會因素就是 種族問題 對原住民的青年到一個 愛人社會裡頭的 這個種種的文化上面的 種族上有衝突 然後第二個案件是 1990年的馬小平案 馬小平這個案件 他也被判處死刑 他是因為魯格勒屬 他妨嫁的人是張魯巴的兒子 他妨嫁的人是張魯巴的兒子 就是常鮑勵屬坦的老闆的兒子 那他妨嫁了這個人之後呢 他從一開始就跟他說 我只需要錢而已 我們要殺你 所以後來他確實拿到書籍 他把這個人子放了 那後來這個被發現時候 這個人子出一座證 人子出一座證 也證實說 確實他沒有被冤架 因此這個案件是 魯仁勒屬 但是沒有殺人 也沒有被冤枕 但是依照當時的法律 他被判處死刑 因為當時的判處死刑 這條例是 就是唯一死刑 只要有人都是唯一死刑 所以不管有沒有死刑 就是唯一死刑 那王小畢這個案件 在死刑 病毒上面 還本來是更為重要的 因為為了救援這個案件 產生了我們第一個的 這個憲法法庭 第一個關於死刑的故事 就是說當時為了要救援 去申請大法官實現 那申請的標的就是說 這個唯一死刑是核限的嗎 我們可以用 可以有唯一死刑這樣嗎 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看 會覺得說 就算人要堅持殺人場面 那馬曉冰也不應該看死刑 因為他沒有殺人 可是在當時的法律上 就這樣 那這個案子 最後也是救援的時代 那在這兩個案件裡頭 我們都看到 其實捲送了滿多的文化界人士 和學界的人士 法界的人士 開始對於死刑議題 提出他們的看法 那我之所以把這個當作是 台灣費死運動的起源 主要原因是 我相信在這之前 可能也有一些零零欣欣的 對死刑的看法 可是在這兩個議題裡頭 是比較形成一個 有點像是論壇形式 或者有點一個論戰 尤其是 尤其是法曉敵戰的時候 這個各位可以參考 檯全會 當時他們出了一個小冊子 這個小冊子裡頭 就把那時候輿論所有 關於死刑的一些意見收集起來 那這些名字呢 其實你大概現在看到的 主要的法律界的 學界的人士 大概都出現了 然後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這些反對死刑的判法 當時在這些文章裡面 幾乎也全部都出現了 比如說 有很多是剛才 沙遊法官也提到的 沒有後續的效果 或者是說 一個犯罪其實有很多的社會性的原因 所以不應該就是 把這個犯罪者解決掉而已 或者是 尤其很大的一部分 在思考的是 國家有沒有這樣的權利 那這個是在第一個階段 為什麼我把它斷帶斷在這裡 因為很有趣的是 如果你看這個小冊子裡頭 你會看到這些 反對死刑的判法 跟現在相比的話 其他所有東西幾乎都出現 唯一一個沒有出現的 就是誤判 當時沒有任何人提出 誤判的人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也許因為當時還沒有 我們所知 廣為人知的那些刑事的誤判 我們第一次認識到刑事案件的誤判 是蘇建和安 蘇建和安是1995年 我們才明白的 我們在蘇建和安裡面 才慢慢去理解到 原來刑事案件你會看錯 在這之前 那個政治刀壓的狀態 我們都以為是 有時候政治反正 你得罪了當道的時候 會被判文件 我們以為 只有政治的問題 那種案件才有問題 我們不知道 原來刑事案件會有問題 那這樣子我們就接觸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 就會開始出現這些誤判的案例 那從這些誤判的案例裡面 我們才明白說 他覺得但是我們的刑事訴訟的程序 有很多的問題 對於被告的權利也沒有往下 比方說還有刑囚的現象 比方說我們還以賴自然 那從蘇建和安之後 蘇建和安即使在章實看來 也算是救援成功 因為至少一直維持在一個 社會註問的狀態 然後他至少一直哀悟 那這個蘇建和安是個 比較為人所知的 也有一些比較為人所知的 就是救援失敗的 很快就有被強決了 比方說有過周巡山案 也有過如正案 這幾個案件都是救援一起的 就是說 我們以進攻的發展才有問題 然後可能比方說 再開始找監察委員徹刑 在這個情情還沒有結果的時候 衝突要死 那類似這樣子的情情 或者這個是盧政案的一個事情 那周巡山案是 他正在提被訪上訴 已經提了 法務部呢 先把人殺了以後 再撥回到這被訪上訴 那這幾個案件其實給我們 對我們的啟發就是 第一個是說法原來 刑事案件是會有誤財者 第二個啟發就是說 死刑案件跟其他案件的誤還不一樣 其他案件的誤判 你可以慢慢做 你可以慢慢去打公司 但是死刑案件 我們常常做的事情 因此 這個是 在第二個階段是 舊Face運動來說 出現了一個 新的重要的論證 就是有誤判的問題 而且 這個誤判是 沒有辦法回復的 好 那第三個階段呢 差不多在2006到2009 這幾年之間 我們知道 2000年的時候 第一次政黨輪替 於是 我們從那個解嚴 從剛剛解嚴的那個狀態 到了政黨 第一次政黨輪替的時候 整個的政治氣氛 從保守到朝向自由開放 整個政治氣氛很不同 那我們從2006年開始 就 暫行了死刑跟執行 而且那個時候 我們也相對來說 算是樂觀的 就是 因為我們從世界上 其他國家的經驗 都發現 比方說 俄羅斯他們在 暫停執行之後的 十年 然後他們就廢除死刑 也就是說 暫停執行 可以自作為一個 一個暖身 就廢死之前的暖身 讓大家稍微熟悉一下 廢死的狀態是怎樣 那這十年之間 大家可能發現 主要奇跡也沒怎樣 但也不會變到 也沒有什麼不同 然後這樣可以順行 或廢死 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但是實際上 並沒有發生 時間上就是 只維持了這幾年之間 沒有執行死刑 那這一段時間呢 對於廢死的狀態 重要性在於 在這之前 死刑執行得常常不快 就是我們剛剛 散散幾個 救援不及的案件 胖胖就打死了 那2006年 因為它暫時不止 因此我們才終於有時間 去仔細一點的解釋 每一個死刑案件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在這之前其實 我們根本沒有一次 會好好幹 因為你幹嘛死我 那從快2006開始 我們才真正深入去 比較了解 死刑的相關的一些面倒 好比說 券到底在哪裡 我們如何能夠掌握 相關的資訊 都要靠我去月券 那我們花花很大的力氣 在涉及這個月券的狀態 然後也在這段時間裡面 等於我們才第一次有機會 近距離的看到死刑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他怎麼樣判決什麼樣子 那這第三個階段就到 2009年結束了 接下來就是到了第四個階段 在2010年死刑這個議題忽然 從我們內體變成連續可能一個多月的 包括談話境界 又或是包括媒體的頭條、頭膽 都在討論著一個最熱烈的話題 那當然他所引起的主流的討論就是奮怒 認為說這些壞人都已經對國家認真為壞人了 怎麼會沒有死刑 我們卡隊裡面既然有說要死刑 怎麼會不執行 那這個是2010年重大的一個反撲 然後這樣為了回憶這個反撲 就在2010年重新拍攝死刑的出行 死後就是持續的 我們又回到了這個有死刑並且持續在執行的狀態 那所以從2010年一直到現在 我可以說的分成是第四個階段的方向 在這個第四個階段裡面 我認為有一年是 我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2011年 我們每一年的死刑判面其實不會 不過大家都會不會屬通常 但是2011年忽然判了獅子眼 那沒事你說為什麼 2011年忽然人變得特別壞呢 其實他很可能就是在 就是一個2010年一個媒體 民粹的力量反復之後的結果 而且2011年不只是死刑判決的數量增加 而且是死刑判決的品質明顯的低落 2011年有看幾個死刑又可以屬集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就是 明天那個摩尼亞洲人權法院要實施修盒說來 他就是在2011年定義的 那這個案子纏送昨年 他的homereo的地方 歡迎大家明天開始這個周路 過去亞洲人權法院 摩尼亞洲人權法院去了解一下 他的homereo之處 這就是2011年定義的一個案子 2011年定義的另外一個案子 在他的判決裡頭 非常有趣的一句話 他說是原來加害者 以不明之方式 在不明的地方 殺害沛尼亞洲人 所以他連凶器也沒找到 沛尼亞洲人是怎麼死的 他也不會到 所以到底在什麼頻道是不明顯 他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他還是遺憾死心 這個也是2011年的案子 對 2011年還有第三個例子 叫做王幸福安 也許有一些朋友 如果是已經參加過這次 我容易就開始聽到這個名字 這個是我們接下來想要集中 我們一來救援這一個案子介紹 那王幸福安簡單的說 他也是一個多年以前發生的案件 然後把王幸福定罪 純粹就只有當初的那些字來筆錄 就是我們都知道最恐怖的那些東西 然後 那由於已經拖了很久 然後他也是靠 最主要靠那個共同 就是同案被告的證詞 然後同案的被告 他早就被判死刑 死槍決了 所以從來沒有機會給我去解割 所以他的基本的架構 我會示範很像 就是說當初有一個人被警察抓到的時候 他說好 我跟這些人一起斷來 然後這個說話的人就被打死了 現在就拿著他留下來的這個皮膚 然後 來抓王幸福 說是 這是王幸福的事案 對 這個差不多就是 這是為什麼我說二於第一年這一年 是這個第四個階段裡頭 我覺得是非常 非常耀眼的曲面吧 或者其他說 你剛剛說的第二個人名是什麼 中間的那個叫歐陽榮 那個案件 那個案件的被告叫歐陽榮 榮樹的榮 大榮樹的榮 對 各位還是可以很容易上網 可以查到他的判決 好 我想關於秋鶯是嗎 或許我可以再多講一句 我認為秋鶯是這個案件 那個死刑經驗 我覺得廣義來說 是我們的司法改革運動的進步 理由是說 我們前面也有那些救援失敗的 可是前面的救援失敗 多半是 時間上也來不及 剛才說 農政或者是周旋三案 當時證據還沒有死刑執行要面 也就是說那個死刑的執行 是一個在沒有正當程序 相關的法律規定的狀態下 而發生的 那 那 秋鶯受難則是第一個 是司改團體已經全力投入救援之後 還被判死刑定驗 其他案件譬如說 江國慶案犯案 蘇建合來犯案 也有一些案當時沒有犯案成功 但是折衷 就是本來判死刑 然後因為司改團體 是巴巴塔萬斯 最後呢 用無期徒刑 就是 用有折衷的方式 那反正無期徒刑 他很可能纏錯這麼多點 也差不多已經可以出入了 所以案件等於就這樣子 故意不擺著就算了 那 秋鶯受難是唯一異色 至少當時是 第一個 第一的 是司改團體 借入權力聲援之後 還被判死刑定驗 那從這樣子的角度來說 我認為這一次的 摩尼亞州人的分法院 選擇秋鶯受難作為 這個目標的案件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 因為在這個案子上面 我們幾乎已經 重建了各種可能的 救援的方法 那我覺得 用摩尼亞州人權法院 其實就是 再找出一 再找找 你用一條新的路 可以再重新再看一下 這個案子的結果 好 那大致上 我們談台灣的這個 背景運動 四個階段 差不多就先到這裡 好 謝謝 宣分 謝謝 我想說一點補充 就是 費死聯盟 事實上我們在2013年成立 所以我們在成立的這個時期 的確就是像 我們這邊講的 我們是在一個 就是由誤判的案件 一個氛圍當中 所成立的 那時候 出案子已經開始有再審 那可是我們 現在已經平板了 許次強案 還遙遙無期 沒有希望 那還有一些案件 所以那時候 費死聯盟是在 台學會跟司改會 還有一些團體 大家的決定之下 我們成立了 費死聯盟 那在2006年到2009年 就是我也想跟費死聯盟 有個對照 可是我們在這之前 實際上我們都是 職業團體 是每個 都是職業工作者 但是2006年 開始平資行 執行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覺得說 好像我們應該要有一個 全職的工作人員 那所以那時候 你就說 我想要當做 全職工作人員 那我那時候 的想法是說 那個AI就是說 只要十年 停資死行執行 就可以廢復執行 大概就不會再恢復了 所以我想說 從2006年開始 算的話 我大概2016年 我就要退休了 但沒有 然後就開始 重慶執行 但是 我想要再 再做一點補充 就是2009年 2006年到2009年 停資死行執行 同時在那一年 台灣用兩公約 施行行的方式 讓人公約 內國法化 所以基本上 我們應該期待 就是2009年之後 如果我們符合公約的要求的話 我們應該在2010年到2011年之後 我們應該是要 減少死刑的執行的 但2009年那一年的執行 死刑的判決人數也是多的 那在2011年的時候 有一個另外的因素 就是我們覺得可能是 因為台灣通過訴審法 為什麼會通過訴審法 是因為我們覺得說 台灣過去的司法審判 時間太長了 五年 十年 十幾年 不錯了 所以那時候已經是二十幾年了 所以這種那麼長的審判期間 是不符合人權公約的 好 所以原本公約通過之後 我們應該更符合人權 然後我們也通過了訴審法 希望縮擋我們審判的時間 但最後的結果卻是 因為訴審法上面規定說 如果一個案件超過八年 並沒有做出判決的話 就應該要釋放這個當事人 所以當時有很多的死刑犯 是超過八年還沒有確定的 所以我們也有一個感覺是 那時候法官會想說 那麼快地想要確定這個案件 是因為他們不想要把這些死刑犯 因為訴審法的關係而被釋放 所以或許這也是另外一個解釋 就是說為什麼2011年 有那麼多的案件確定了 那除了張臺軍本講的那幾個案件之外 就是今年已經開啟再審的謝赤鴻案 也是在2011年定驗的 好 那我就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補充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請三有法官就是 回到他剛才修的結合的部分 他要從1992年開始談說 那個休亞利廢除死刑之後 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我們請三有法官 所以我們剛才第一個部分結束在很樂觀的情況 1991年我們呢 被除了死刑 而且當時呢 其實應該說很不幸的 我們也停止了 我們也解散了這個廢死的結合 我們說這個是否有所謂的 我們曾經有很多 報告的工作 之前有的事 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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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次事 不是適合的 人們會承諾 那樣 有的事 一切 那樣 不然 我們不會說 就覺得說其實在1992以前我們也有非常多的宣傳 會有出版品,會有電視節目都在談Face 但是因為有了廢除死刑之後 在1992年開始我們就視為力所當然就開始比較放鬆了 就開始覺得說反正現在也沒有死刑可以執行了 但在法律上也是不允許的 所以當時我們認為的觀點是這樣子 而在Face之後呢,民意也出現了很大的逆轉 從我前面提到的95%的人都支持死刑 到1992年到1993年的調查 只剩下80%的人支持死刑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was always that after the abolition, public opinion changes. We had a long track record, for example, regarding Norway which was perhaps the first European country to abolish the death penalty at the time it was abolished in the 19th century 99% of the population was for death penalty And if you ask, if you do a survey today in Norway people would be, 99% would be outraged at the idea that death penalty is passing. 所以, public opinion changes through that. 所以當時呢,我們認為從國際的潮流上來看呢 只要有了廢死之後呢,大眾的意見就應該會改變 比如說,拿挪威來做一個例子喔 其實當初呢,挪威在19世紀廢死的時候呢 在廢死之前呢,有99%的人我可以說都是支持死刑的 但是如果到了今天呢,你去問挪威的人說他支持死刑嗎? 會有99人聽到死刑就覺得很憤怒 另外,遇到20年,遇到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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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40% 遇到1989年遇到40% 所以呢,就我們上來看呢,在修養率也出現了下降 因為在廢死之後呢,下降到了40%左右 跟在1989年呢,這個還沒廢死的情況呢 這個時候呢,是差距很大的 不幸的呢,因為政治的因素呢,讓大眾的意見呢 沒有辦法像我剛才提到的潮流這樣子做出改變 而在過去的10到12年呢,我們可以看到修養率呢,其實是被一個民粹的政治所把持的 算是人民選出來的這個政治人物呢,但是呢,他們也強調的是愛國 或者是你可以看到他們有威權的這樣子的傾向 而在這個社會上也出現了這種很不包容的,沒有辦法包容的氣氛 所以在這樣的政治方法之下呢,人們普遍都比較沮喪 而且很擔心一些未知的一些威脅的事件 所以在這樣的政治方法之下呢,人們普遍都比較沮喪 在過去20年,我們也看到有很多政治人物呢,他想要變得,他想要串紅 所以他就一直在談到說,我們要透過這個更嚴格的法律啊,更嚴格的規定 要透過嚴刑峻法來遏止社會上的一些犯罪現象 而在當時的社會當中呢,如果又發生了很悲慘的殺人事件的話 這些政治人物就更有藉口說,我們要,匈牙幣要恢復死刑 而在2013年,205年的這個公民罪主義的首相呢,也都提到了要重新204期 整個歐盟社群呢,對於這樣的訊息呢,是感到非常地負面的,所以絕對不能接受的 而Hungary was reminded that this would be a violation of its international law of communications 匈牙利也不斷被提醒說,要恢復死刑的是違反歐盟裡面這樣的國際法的 而這個首相對大眾的說法就是,我也想恢復死刑啊,但是你看歐盟不準,所以我也沒辦法 而這個說要恢復死刑的首相,其實在六十幾年前而已,也是廢死聯盟的成員 所以我相信他心中深知呢,匈牙利是不可能會復死刑的,可是他卻用講的方式呢,來挑動人們的情緒就是說 你看我們是一個小國,我們能做得也不多啊,我們就是沒辦法恢復死刑 但是理論的意見是非常不正確的,因為公民的評論證明顯示 因為公民的態度,因為公民的態度,幾個不斷的支持者 的死刑刑就升了 在當時這樣的情況底下呢,因為這樣子的道德,這樣有產生了非常負面的道德影響 特別是在這個大眾名義上可以展現得出來,因為政府的態度呢 所以絕對支持此刑的人數也上升了 所以在那時我們還有一半的民眾 是對抗德行政家 而那些在於合作的 在那這五年代增加的增加的增加,所以 所以就讀得下 因为政府的败犯 那在香港其实我们一直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反对死刑的 那支持死刑的人大概有三分之二的人左右 而绝对支持死刑的人因为政府的态度 所以也从百分之二十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一或三十二 而在其中有大多数人他们的态度是说应该要看案件 如果案件很严重的话那可能还是可以使用死刑的 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我们有这种状态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的状态 是重新的状态的状态 而是被称为一种状态的状态 所以我在这边已经差不多到这五个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匈牙利的肺子运动 走到了今天又成为了一个少数人的运动 我们也被视为是一个精英者所有务的运动 我认为这对于社会文化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发展 好,谢谢 就是我觉得我听三有法官的演讲 就有点想像十三位 因为第一怕我在想说 因为我们都没什么方法 但第二怕就想说 因为欧盟还是有些国家 要是从99%的人支持死刑开始奋斗 那我们好像 我们今天有带一本那个大的紫色的手册 不是每个人都拿到 但是这是我们做了名利调查 就好像发现好像我也没有那么的悲惨 就是目前大概有80%多的人是支持死刑的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从乐观的方向来想 就是好像也没有太凄惨 这样子 好,那我想可能就请冤哥 可能可以回应一下 那台湾的状况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那就为什么要改 我们不用关注 好 嗯,其实我觉得好像几乎不用讲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原来的设计是台湾匈牙利的情形 台湾匈牙利的情形 台湾匈牙利的情形 可是我觉得刚才听沙友法官在台湾匈牙利的情形 我觉得这一段跟台湾匈牙利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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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全部都一样吗 嗯,我觉得有一个最大差别是 像匈牙利他们是只要共产党实施的东西 我们就全面全部都反对 但对台湾的问题是没有 台湾是很多国民党他们独裁政府干下来的事情 反而在台湾人反而觉得 哎,李小党 对对,因为你说的是第一段的情形 那第二段就是第二段我们回到当下的政治现实 那我觉得这个民粹的 风向的转变 却是我们最近看到的是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诞生了一些荒谬 但是非常讨论的 有像实际上不见到讨论的情形 而是它可以以怪异的行径成为 人体的助力的教练 然后不死成为 就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 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籍 那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样的情形 那我觉得在这个民粹 在刚才巴尔法官所描述的这个匈牙利 在最近这些年来政治上面转向保守 转向民粹 然后对于被属死刑的这个立场 有一些连动的效应 我觉得这些东西我们这些年在台湾 也都观察到非常类似的情形 然后那相对于民粹呢 则是比如说像被属死联盟这样的运动 可能会被天标签成为是精英的 那我想只是很简单的谈一下 就是说 其实这样 就是说很可能我们是必须要去找出一条道路 能够打破这个民粹与精英的队域 好 那 其实这些年来 我觉得我们费联盟在做的 有一些重要的这个工作 是在找这个第三条路 这一条 那 那这个工作就是一直在 我一直在做那个审议市民工作 我公民审议 就是说 我们试着要去用蒸草根的方式 然后可能是更想辉煌的 但是 希望能够更 更进入 是所谓公民审议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 好了 我觉得公民审议使得我们 对民主有一个新的看法 对民主旧的看法 民主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同票去选举 那 可是这个看法呢 显然这些年 尤其到最近 我们深切的感受到说 这样子的民主是非常缺弱的 好 那 我们谈审议市民主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说 这个民主如果要能够work的话 那里面的每一个人 他不会只是投票的 一个投票部队而已 他也不会只有在投票的 有选举的那一天 在那个 在那个格树兰的小空间里头 去行使他的权力而已 这个民主如果要 如果要真的work的话 他的每一个公民 其实应该是常态性的 就关注这些公共公议题 然后这些公共对话 应该是常态性的设施 那我觉得过去这一年 有没有 好 非常联盟的这个 这个一直在 一直在推动奥移审议的这个 这个 可以视作是一种 去深化民主的方法 或者是去 在面对这个 在面对社会的民粹的反应的时候 所找到的 有一个第三条的出路 所以我想反过来 可不可以请您 做谈一下我们 目前为止 我们所做的事情 要目前为止的成果 谢谢 大家手上 应该有拿到一份 那个就是 橘色的那个手册 那就是我们的公民神医手册 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 开始思考说 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来讨论死刑 那在过去我们 我们看到台湾的 就是两公约的公约审查的时候 我们的政府很时常讲 就是说 什么英国花了一百年的时间 废除死刑 什么法国花了 什么两百年的时间 废除死刑 那可是我觉得 死刑的疫情看样子 存废这件事 一直到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来讲 存废这件事 大概也还是讨论不完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到 在2013年2014年 做过民意调查 就是说 如果你有更多的资讯 而且你有替代方案 可以选择的话 你不一定会不支持死刑 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种 比较民主深化的方式 就是公民审议的方式 来讨论死刑替代方案 那我们那时候的说法是说 不管你支持或者是百对死刑 如果你愿意讨论死刑替代方案的话 我们欢迎你都用一起 而我们的对象 我们不会设想说 事实上非常支持 非常支持死刑的那一端的人 很极端的那些人 他们不会有参加过 外面他一看到 废死年后 他就不想来的 可是非常极端的支持 废主死刑的人 也很讨厌这个活动 因为他们觉得 有可能公民讨论出来的东西 会是一个很可怕的结果 比如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再加上编刑 就是有人会担心 应该要走精英的民性的讨论 或应该就是非常非常支持 立即要废除死刑的 他可能觉得要走政治决定 可能要走基督决定 可是民众讨论出来的东西 他们会不担心 但是我们的对象 从来就不是这极端的这两部分 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的就是中间 可能偏这边一点 偏这边一点的人 而如果我们打开了一个废话 可能性的话 这边愿意对话的人 他就可以再跟他身边的人对话 那比我们可能在网路上面 或在媒体上面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好的讨论 虽然看起来小众 可是我觉得长期看来 我觉得他会是有影响力的 那是我们2017年 我们开始做筹备 然后开始模拟 开始讨论 然后开始就是做测试 那一直到2008年 2018年开始了 真的开始了开始走 走了一年多 那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 2017年开始发想 因为2016年的选举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在想说 你知道如果大家回想起来 2016年的选举的时候 只要选举到的时候 政治人物就会讲说 我支持死刑 不副理由 因为大家都会支持他 那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争取网路声量的时候 他就会讲说要支持死刑 但是无法讨论 那我们就不希望说在今年 又要遇到选举年的时候 还是这种讨论方式 所以我们会很希望的事情是说 我们可以让大家考虑说 你支持什么样的可能的替代方案 有可能是中间进一步的假释 所以我自己不喜欢 我自己用很多人不喜欢 可是这可能是一种 国际上的其中选项 有可能是无期途行 多少年可以假释 有可能有一些国家 可能直接说到二十年 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的有期途行 甚至更长的有期途行 这都是可能性 或者是有没有人 有可能有一些是 我们没有想到的 可能的替代方案 但是我们并不是就让大家讨论的 我们就是必须要在前面 让他们阅读手册 然后在现场讨论之前 可能请专家跟他们再做一点提示 我记得我们在写这本手册的时候 你知道 我们先过一两个版本 你知道Face那某人写神秘手册 很容易就变成手帖 唱英语的手帖 我们看了一遍、两遍 请别人来看 他们就觉得说好像还是很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跟法律白话文运动合作 我们就让他们写这个手册 这个手册的目的是为了介绍资讯 而不是提供废服死刑的论点 那虽然他们是法律白话文 但是你知道这是法律的东西 还是有人讲说 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白话 我很抱歉 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尽了最大最大的努力 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今天很开心就是有一位 刚参加完基隆场讨论的朋友来到现场 那我觉得我们跟过去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气图就是 很多时候大家在想说这种议题的讨论 大部分都发生在台北 发生在高雄 可能还会去台中 那有时候会要平衡 我们就会去东部 花莲 可能大概是这样 北中南东各一场 可是我们这次的公民生意 我们是每一个县市 我们都要有一场 同时我们有特殊关系人跟专家的场合 例如我们要访谈的是加害者家属 被害者家属 他们是特殊关系人 那我们也访谈了一些专家 或中职的事情是监索关系人 因为我们在讨论过程当中 除了死刑准备之外 死刑的替代方案之外 还有很多人会顺道提出 我们并不是问你 是实我反对你要哪一个 而是问你你担心什么 为什么这么担心这件事情 而让你没有办法支持备除死刑 或者是你担心什么 而让你立场上面 像你非常希望地维持死刑 我们想要知道什么 人民的担心是什么 所以很多人就会提出说 我关心的是社会安全 我对社会安全子没有信心 有人就会讲说 我对于台湾的监索制度 我没有信心 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进去犯罪的研究所 所以我觉得好像 一定要把他们杀掉 一定要把他们关起來 就是他们会担心这个 或是有人会担心说 他被害人家属怎么办 可是这个讨论过程当中 他不是只有说 我担心什么 而是大家会互相激荡说 那有没有什么可能的解决方法 所以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没有结论 就是没有一个说那是什么参加的人 十个人支持这个 两个人支持这个 我们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尽量想把每一个人 担心的议分都记住下来 那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报告 但是这个报告呢 我们会说 我们会跟他们保证说 这个报告会被忠实地呈现 大家的意见 但同时我们会很希望说 报告整理出来之后 我们会说Face Nemo 我们还想要做一个政策可行性跟人权的预复 就有可能大家的意见 之前大家最担心的事情 国外的朋友最担心的事情是 他们要说 会不会大家很多人提出很奇怪的意见 我的确在一些场子当中 听到非常奇怪的意见 但是那真的是非常少数 一个或两个 我们会保留的 但他不是大多数 那我们可能会告诉大家说 这可能有一些什么人权上面的问题 依照我们是台湾已经公布的公约 或者是生息障碍的局域公约 或者是儿童的权利公约 或者是之后我们可能会通过的 具体公约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存在 那这都完全是一个 我们希望是一个可以讨论的状态 那同时如果今年选举的时候 当再有候选人提出说我支持自己 什么然后没有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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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必须要问他说 好 你可以支持死刑 可是台湾已经是纖属公约的国家了 那你怎么样去回应说 我们长期的目标是要廢除死刑 廢除死刑的替代短暖可能是什么 而就算是不要讨论要不要廢除死刑 不要想这件事情 你可能都不需要回应社会安全 你可能都不需要回应解锁 你可能都不需要回应就是被害者家属这个部分 我不要让他觉得说我只要谈死刑 全部人都很飘嘲 然后好像票都会投到他身上来 我必须要讲就是真的 就是死刑的这个意思在选举当中 事实上他并不是影响一个人投票 他可能谈论的会非常开心 媒体会报道的非常多 但他绝对不是影响一个人投票行为的最主要的因素 大贵人事上关系的并不是这个 他很关心说这个例如候选人会不会为我来认为 这边争取到更多的学说 比较社会福利或者是相关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在做的 那所以我… 对不起 让我宣传一下就是 我们在8月3号有一个彰化场次 然后8月24号有一个云林场次 所以我们非常的公寓 就是每个地方我们都不然人多或人少多序 所以在现场如果你是彰化或云林的朋友 或是附近的朋友或是你有朋友在那边的话 或是你有朋友在那边的话 他们说什么Face檸檬都没有在讨论这个事情的话 拜托请你请他们去那边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在Face檸檬的网站上面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我已经到这里了 然后决论你还有要补充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想要让大家可以开放我的提问好不好? 我们现在是… 我们现在18点半 然后我非常希望我们在9点之前可以结束新链的活动 因为塞油法官到昨天到 然后时差 然后明天早上大早9点的时候 他又落到模样去 我真的觉得… 就是… 就是… 那个… 许与修大法官不太有人权 哈哈 所以可以… 我现在就是开放大家问问题 我们简短的 然后我收集几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请他们一起回答 你好 呃… 我在想的是 在台湾教育中 有没有把 儿童权力公约 或是你讲到的那两公约 甚至说 跟子群相关的那公约 有没有把他放到教育里面 因为台湾在这一方面是很缺乏 甚至说缺乏说 可只是死琴这一个啊 甚至连… 你… 你一个老同 你要如何去保护自己 他都不教欸 OK 好 然后就会出现 像之前的潮流罢工 潮流罢工 就会出现你觉得奇怪 也认为说 你有… 你要拿你就不要做 OK 我想我们这边 我们有几个人 可能都离学生时代非常迷人 所以… 可是我今天听到 有几位高中生出席 那… 高中的公民教育 就我手上好像有谈到一点点 有一个老师在这边 有一个高中老师在这边 或许… 也有可能可以等一下回应一下 教育这个事情 好… 那… 有没有其他的朋友 你可以提问 或者是你可以简单的表达一下 你对于今天的演讲的一个看法 有吗 好… 好… 谢谢… 嗯… 就是刚才一个法官提到说 就是欧洲 它很像是雍亚地都开始有 非常免粹的潮流这样的形成 那… 那… 现在我们也看到 某政策两个都系 都带欧洲 自己反欧盟为号召 然后… 就是… 有一些分裂的状况 比如说英文 那… 那请问法官是 觉得说 国内的… 像比如说中亚地 这样的潮流 是会持续的威胁到欧盟 法官说 欧盟是一个 很安全的政府体制 还会被吹火 那… 可以请法官讲一下 这样… 是… 是… 这样的危机有多大吗? 是… 有的造成这些 有的所有会合够是这样的状况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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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就不想要回答 我讲到会 那会是你有想要回答教育的会论吗? 好… 那我们再来晚会想 那个会论 but at the moment I don't think so there's no real danger 另外,Russia很接近禁止 belts也讶练, Valleseleров的讧练 如果他们禁止,我肯定会的继续 他们又有继续,会使用 他们有一些继续,但他们会做出 在那一間來嘛 還是出現的 我認為現在其實危險 沒有這麼危險 不過對於俄羅斯來說 因為他現在還是在歐盟裡面 所以他是停止執行的 但是我認為如果 俄羅斯地方離開歐盟 他是 那是 Castle 歐洲議會 歐洲議會 在歐洲議會 俄羅斯還在歐洲議會裡面 所以他現在是暫停進行死期的 但如果一旦他離開歐洲議會的話 他就有可能重啟死期 我認為這是我比較需要擔心的 所以歐洲議會跟歐盟的關係是很緊密的 而歐盟也是遵照歐洲議會所提出的 有關人權的一些討論跟憲章 所以在歐洲的情況是這樣子 即便是英國的話 就算脫歐的話 他也不可能重啟此心之心 我又覺得台灣社會治安問題 那個廢死猛 廢死猛常常會拿來被鞭 就是只要有兇殺案件 大家就說他都是廢死猛案 我們並沒有廢死 那另外一個 第二個苦足就是 中學以下的老師 只要社會治安不好 這個問題不好 為什麼教育別做 然後這是我第一個回應 就是說我們喜歡有一個怪獸的對象 以便於免除自己的責任 這是一個 第二個 中學現在有沒有在教呢 你有 老師有在講 但是你有沒有在聽 有問題 第二個是 還有老師的結構 就是社會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如果你的公平老師是三民主義研究所 畢業的 不是所有的 OK 那確實會產生一些 就是課本有講老師拒絕教 或者是輕輕帶過 因為反正考試也不太考 那學生也不太戰 對 這是第二個 不然你等我一下 那第三個就是 整個社會的氣氛 會讓畢業生畢業以後 其實都忘記 學校裡面的所有的教導 因為學校裡面的教導 實際上是非常道德式的 比較80分起跳動 你跟社會的運作規範 差不多是60分辱道 所以我們的整體教育 跟現實社會上 確實是有幾大落差的 我覺得是更後面的一個 分別結構性問題 所以也就是說 學校的努力的那個方向 可能跟社會發展的方向 是不互動的 就是說是不互動的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會確實學校教育 沒有辦法帶給學生 和現實的感覺 那很多東西都要等於 學生畢業後 自己再從事做社會學習 例如各位來到現場 我想先問一下 你們要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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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還有沒有其他的提問 好 有兩個 就是 讓他先問一下 讓他們有機會 應該還不行 好 我想問的是 在討論 不要廢止監視上面 你已提出到底 他的重要性 到底要什麼程度 因為 雖然我們會 就是我看到 這邊有 就是你們有 很精心的去做一個 很努力去做一個 農業去做一個農業調查 然後大家也會去看說 就是 到底社會上面對於 死刑的想法怎麼樣 但 其實 就是 我們會在談話會中 一段提到 就是有很多的國家 他們 可能在被逐死刑前 他們 的名義多半是支持死刑的 就不管是剛剛提到的 你記得怎麼會嗎 還是 或者是我也有聽過 像英國他們在被逐死刑前 他們支持死刑的人 就是更多多半之類的 那 我覺得這些敘述可能會 可能他們的部分也在講說 名義技術好像對於 要不要費死的 這件立馬的過程 好像相對外 中文很重要 所以才會提到這些敘述 但是我們又會去多 這樣子的研究 那我會好奇的是 這件事情在 我們推動江澤立 或者是費死的 幫助在推動江澤立 到底是怎麼樣看待 你們這些事情 我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我想問詹文老師 就是說 我們看到今天 薛拉利的狀況其實 跟台灣的狀況 有些就是民粹上面的崛起 那可是薛拉利能夠維持廢阻的事情 他還有歐東聯網 歐東英會的最後一道國際上的防線 台灣剛好這道防線完全沒有 台灣長期以來不被國際組織所接納 然後自己也自棄國際組織之外 就覺得 那你不要我做為法 遵循的規定 所以你剛剛選中一般群眾 或者甚至是一些 自認為是社經地位很高的政治精英們 說我們有兩公約 國內馬花威靈 他就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但是是嗎 OK 所以那面對這樣的狀況 其實台灣可能比歐盟要改的暴批 希望有在歐盟當中 可能更艱難一點 不曉得就幫我審討看吧 另外第二個是我個人的關懷 也就是說我了解到像拉丁美洲 我們一直都有拉丁美洲的落後 可是他們很早就廢族死刑了 然後還有西歐很多國家 他們廢族死刑 有一個很重要的理念上的因素 來自於基督教 特別是天主教的信仰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文化差異 那在匈牙利其實也是一個天主教為主的一個國家 我想請問沙特教授 就是那個在廢族死的這個過程當中 匈牙利的這個教會組織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因為這也聯繫到我們而關 就是台灣的教會組織不管什麼叫 其實相當的秘密跟具有影響力 那他們的觀念的改變 或是某一個西歐的制度面的選擇 有可能對社會的一般草根的群眾有幾大的影響力 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是推動Face之後 所以我可以操縱 好 謝謝 謝謝 先讓我再有一個問題 好 好 so as to the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the some Christian denominations which are closer to the fundamental they read the what is called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Old Testament it is a very old idea that you have to punish death by death so they are not for abolition 就我的了解呢 在很多基本教育派 特別是基本教育派的人 如果他們讀的是救援聖經 包括他們是支持你 把他一言還言 the majority are either non-believers or Catholics but some people claim that the Catholic doctrine is not alone the death penalty but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a position which does the death penalty so the churches are of legal use 所以在宣洋底的情況 石道本很可能都是無神論者 那即便是天主教者 天主教的信仰者 他們也是支持此事 所以在被死運動的推動上面 其實基督教在宣洋底被死運動 扮演的相似的事情 是沒有什麼重要性的 I don't need to say something about public opinion in Taiwan although this is only about Hungary what I'm going to say what we felt 5% in 87-88 to be in the position to say that death penalty is bad was that we were convinced that Hungary is culturally part of Europe and we were convinced there was evidence tha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Iberians does not want to pertain to a communist regime they would like to be part of of Western Europe and they would like to share the values of Western Europe 我想要分享的的確是 我提到在1987年1988年的時候 有5%的人已經是支持被死了 那在這個支持者裡面呢 當然大家都對於當時的共產政權是不滿的 大家大多數的人是認同 我們要加入 認同歐盟的觀點 我們要加入歐洲 我們認同西歐的觀點 我們想要變成像西歐一樣 都不是共產黨政權的國家 所以我們覺得說 大多數的宣傳地人 都想要朝這個方向邁進 可是他們其實並不瞭解說 我們認為 我們以為他們其實並不瞭解說 這裡面的真諦之事 我認為有些抗議 因為我認為 台灣的社會不想要完全避免 他們似乎在一個公民的文化 而其他國家 在一個公民的文化 都不承認 所以它是一個選擇 所以我覺得也許在這邊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共同點是 也許台灣人也不想要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 也會認為說 如果要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呢 我們應該要做出正確的選擇 也就是邁向一個沒有死亡的社會 所以 所以支持死刑的話呢 也就是等於你加入了這個 世界某一些有死刑國家的陣營 才會自己孤立成一個團體 有問題我一直在沉思 確實台灣的狀況跟匈牙利的狀況 重大的差異在於說 匈牙利所在的這個歐洲世界 給予它的壓力是一個高的人權標準 因此如果它想要順利的融入歐洲的 作為一個經貿共同組的話 那它必須要在人權標準上面 調整歐盟其他國家一樣的位置 換句話說 在匈牙利所處的這個區域裡頭 如果它廢死的話 連帶的可以帶來一些經濟上的優勢 那這個思維其實我相信在我們今天看來 聽起來其實非常熟悉 就是常常把民主人權跟經濟作為對比 所以我們會說那這個人權是什麼 可以吃嗎 這裡面頂牌的都是要可以吃的東西 才是有意義的才是重要的 那台灣很不幸的我們所指的這個區域呢 普遍的人權標準進入怎麼樣 以至於畢小國通過一個統合法案 我們就已經亞洲地畢了 一定不會只會領工長的 好 可是那我的想法是說 確實我們 我覺得我們長久以來的這個孤立狀態 使得我們跟國際人權徹底是脫節的 我們看不見那個對我們有什麼用趣 好 那我會想說 尤其是這些人來 在亞洲這個區域的幾個強權之中 當然越來越讓我們感覺到坐立難安了 我們再怎麼樣想要自賣於國際 但是我們不再被收免到一個 我們可能並不認同的這個國際秩序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樣的情勢裡面 順便把死刑這個議題放進去思考呢 好 比方說 我們這個學期在 這個之前上個學期 我開台灣前部與中國因素這個課 那我在談台灣的未來 如何跟中國因素怎麼樣影響到台灣的狀況 那在這個課的最後 我有提到 我有稍微短短的提到死刑這個議題 就是說 我理解各位收我課的同學 他們可能對死刑有各種不同的看法 可是呢 這個課我們都感覺到了 也許有一天我們會被併吞 或者我們的主權會更進一步的被侵蝕 那麼你怎麼可以想像 假如台灣這現況 你是支持死刑的 那如果明天台灣被中國統一了 你還是不支持死刑 那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的意義是 要逼出一個看法 就是說其實呢 你如果支持死刑的話 表示你信任那個政府 當你在那個政府欠缺現任的時候 你即使本來是支持死刑的 你忽然想到壞了一個不值得現任的政府的時候 你會忽然嚇到 忽然有點困說 覺得說沒這樣好嗎 那我用這個問題想要談的就是說 其實我認為死刑的關鍵 那個支持的關鍵在於大家常常幻想我是好的 所以死刑是用來懲罰壞人的 因此死刑是一個實現正義的工具 這個是他這個通脹會員的患者 那這裡面有一個沒說出來的假設 就是說政府呢 作為一個中立的這個實用這個工具的人 政府會非常公正地用死刑來懲罰那個壞者 因此正義就得到手上 因此如果我們在當起來的形勢裡面 把政府換成可能是中國政府的小事 這個時候呢 會突然意識到說 那我真的可能現在覺得真的很怕 我一旦對這個政府失去現任的時候 很可能我對於死刑的關鍵會改變 因為這個時候我會看見 就像之前沙悠老師在談的 就是說在匈牙利的歷史裡頭 確實那些重要的爭取民主的英雄 是被用判死刑然後解決掉的 因此在他們的歷史裡面 怎麼樣理解死刑的東西 死刑是一個用來解決掉 那個正式意義者的一個工具 那我覺得在這樣子的歷史裡頭 如果人對於歷史比較不認識的話 他比較容易再看到死刑的整治 其實就是一個政府用來統治的工具 所以他會在死刑裡面看到的是 人民跟政府的關係 看到的是國家權力的邊界在哪裡 國家不應該擁有哪些權力 不應該濫權 而不會停留在 以為說死刑是一個好或壞人之間的東西 然後不要用死刑去懲罰壞人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大概是我們 把這個在當前的這個國際情緒裡面 我覺得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哪些東西的問題 謝謝 這個我坐下來是因為我也想要雲潭這一 肺子年齡在成立的群起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不太有台灣國內的資訊 我們也不太知道有多少死刑犯 然後我覺得沒有太多的研究 所以你說我們那時候很喜歡講歐盟 就講說歐盟那個沒有死刑 然後歐盟 然後法國就肺子死刑的歷史 就是巴丹戴爾他就是在國會當中 說歐盟的大多數人 然後是在民意不支持歐盟死刑 但他們還是歐盟死刑 所以我們那時候很時常被攻擊說 你們歐盟死就是菁英決定論 然後就會說 那我也不能參加歐盟 但是我們那時候就會說 如果要廢除了死刑 才能夠加入歐盟的話 有這個機會的話 那你會堅持死刑 還是希望要加入歐盟 事實上很多人希望要加入歐盟 對 所以死刑根本不是他的投心價值啊 就是如果他有一個好像更好的 看起來要更好的國家力 那時候我們又忘了 那時候我就 可是那時候我就想到 可是我們忘了一次的事情 就是當我們以為 可以依賴就是像歐盟那樣的方式 然後加入歐盟 就要對死刑這樣的方式 我們事實上是沒有那樣的一個條件的 更何況我們的條件是什麼 我們沒有政治菁英 你想想看我們的立法委員 你想想看我們的各電視施詐 我想想看我們的各電視施詐 你想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想想看我們這些檯面上的政治理論 你怎麼可能會阻爲說 我們可以用政治菁英的 政治菁英的決定位 他會願意說服 想辦法用理由說服一段社會大眾 沒有嘛 所以後來我開始 Face流我開始在想說 好 如果現在的民意是 如果像從99%到1% 一定沒有政治菁英 願意站出來說我吃死對死 85%跟15%可能也沒有人願意 70%跟30%可能也不太有難價 但或許漸進了兩個 那如果是65%跟35% 會不會有多一點人 或是60%到40%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一樣 他也需要教育 他沒有不用根據他 所以當我意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們做的任何的公民教育 或者是我們做的任何的公民審議 或是我們做的 大家以為我們針對一般民眾所做的倡議活動 對我來講 同時也在針對這些政治人物做倡議 政治人物做教育 那為什麼我們在2017年2018年 開始在想到公民審議的時候 原因也是因為我們在2014年的時候 我們的太陽化運動 在那時候大家還記得的話 在那個 在立法院周圍 大家熱烈的討論說 那我們的國家的議題 我們的憲法議題 就是那時候是 那時候的討論 就是 用公民審議的方式來討論這件事情 讓我留下來比較深刻的印象 讓Face的文字員留下來比較深刻的印象 同時我覺得我們意識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民意可能不自然就等於是民主 你不能把民意等同於民主 而加上人權 民意加上人權 他才有可能是民主 但這件事情他可能不是自然而然就會發生的 他還是需要對話 那所以我們才會後來決定說 我們或許走一條比較累的路 但是這條累的路 並不僅僅是單純的只是想說 好我要改變民意 讓民意的支持度變高 同時我覺得我們在想的事情 也是希望可以做一些政治上面的對話跟倡議 那我不曉得這條路會不會成功 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說 那個前面大家講說 你們不能自作爭議 精英決定 以及你們不能依賴說 要加上人權 這兩件事情是確實存在的 那所以我們才會暫力試試看第三條路 但我不 我第一次說 我不排斥可能有第四條路 就是Face運動 當然我們在前面有看到一些其他的歷史 有些國家他們覺得F執行之後才降低 但是有沒有對說其他的路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可是這可能需要是我們自己想 或是台灣人群要自己想 我猜台灣人會走出自己一條Face運動的道路嗎 那個證據還倒極 我想問有沒有問題 好 1 2 3 4 5 沒有問題的話 我想要再給最後一位參者 看有沒有最後的回憶 那我就想要就是結束我們今天的對話 請問 請問 所以 請問 我非常感謝你 在這段話的想法 我最後的說話是 我非常抱歉 那 我非常抱歉 這個動作的動作 是 因為我認為 甚至於成功 我們要繼續 請問 我們 請問 我們 請問 我們 請問 但以外的環境是不可行的 我认为重新的重点 有很重的理由 不得有很多的理由 甚至是文化的 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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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有一定的行動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要明白 我們要做選擇 我們不只要是 我們要做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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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感謝大家參與 感謝大家對這個議題 感到有興趣 我最後想要做一個結語 如果再讓我提的話 我會覺得說 我們當初不應該停止 廢除死刑的運動 即便我們認為說已經廢死了 我們已經成功了 達到目標了 但是我覺得我們當時做錯了 那這樣子的 我想要再次重申說 我認為說我們應該要繼續這樣子的 廢除死刑 當然我們有很多各種不同的因素 比如說對我來說我提到了這個道德的原因 但是我真的認為那是一種文化 一種 一種 承諾 一種承諾 所以呢 回到台灣 我認為很重要的 還是要提醒大家說 你的選擇到底是什麼 台灣這個國家的選擇到底是什麼 你要的是什麼樣的文化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再重申請大家 好 我最後做一個小廣告 剛才我提到2011年我們的幾個荒謬的死刑判決 那我們接下來要全力救援的這個叫王幸福 我們做了一個小天使 我們現場還有一些 好 那 這個案子我覺得它的特別 它的重要性在於 我認為它會真正考驗我們 對民罪推薦這個原則 能夠多堅持 比較容易受到大家支持的那種冤案的 就是可以 比如說要抓到真凶 所以去滿足大家的身體感 然後畢竟還是 有人要為這個 為得出他的幹事的規則 所以要抓到真凶 然後 我們可能期待這個 被冤枉的人呢 有一個固定的樣子 他必須是良以清白的 有點像說 我們對於一個 信心被害人 有某種固定的要求 希望可以是非常近的 好 那 王幸福這個案件呢 我覺得 我認為它最困難的在於說 這個案子的事實 已經永遠有見 我們幾乎沒有 我難以想到有任何方式 可以找到具體的證據 來傳給他這個王命的 可能就沒辦法 因為 他當初就是靠這些 跟證人的證詞而聽罪 那些證人死了死 然後 就獲得的 然後就算沒死了 已經過了三十年 也不知道去哪裡 因此 你很難回頭找到具體的證據 來證明王幸福是無故的 那就是為什麼 我說他會非常討厭我們 對付罪可以的堅持 就是說 你能不能夠 回到我們對付罪可以的這個角度 來說 只要我們沒有找到 足以把他入罪的證據 就必須要犯這個罪 那為了完成這個監據的任務呢 我們想要去用模擬法 就是用模擬法的券 這個方式 我們把 我們根據這個王先禮的案子的 券證 把它寫成一個模擬法 的劇本 那我們在許假的時候 正在 就是已經寫了出稿出來 我們正在修正 那希望說下一個學期開始 我們可以去 比方說大學課堂 或者高度課堂 去 去玩這個東西 就是說 呃 現場呢 比如說大概我們需要 八個做九個角色 所以選出這些學生來 他們去辦理各自的角色 然後有點像職務聚會一樣 他把這個劇本的遇見 那用這樣子的方式 剩下的學生就是別人 所以 大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但一臉這個案子裡面 到底有哪些證據 然後兩邊的工房 天天看誰 誰的 又有道理 好 然後最後我們一人 來做這個 他們的決定 然後 大家可以考慮 下這個案子 那這個是我們接下來會 接下來下一個學期會 怎麼會進行的事情 說不定我們暑假 某個時候還是可以 比如說辦一些場次 給所有大眾人可以參加 對 那個 她說 對不起 那個 今天她做一個廣告 我大概現在做十個廣告 抱歉 我要非常感謝昨天有書 陳穆哲咖啡 因為今天的場地 是他們提供的 所以 要謝謝他們 然後 我們昨天有書 陳穆哲咖啡 在 也很希望推廣 推廣異底的討論 所以 接下來他們也跟我們 合作一個場次 是 邀請捐芬 他們就是 開出一些土方間 然後 希望大家樂舞 然後來討論一些事情 所以接下來捐芬 會幫我整個道德浪率 然後 殺戮的監打 以及 吊登裡的劇 所以 它牽涉到了 性別議題 死刑議題 以及中國議題 有三個場次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昨天有書 陳穆哲咖啡 看有沒有興趣來參加這個 讀書會 這是其一 第二是 因為這個場地 我們即將要在八月底結束 因為房東租給我們 所以我們會搬到接近立法院 起來在飯店的後面 有一個新的場地 所以我們要再搬走 我們不想要搬太多東西 就是搬家實在太辛苦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一本書九則 三本書八一則之類的吧 就是很歡迎大家可以支持 非常辛苦的努力書店 如果你們有一些書想要買的話 那非常希望你們可以支持他們 然後再來的另外一個廣告就是 不是廣告 也是一個呼籲就是 在幾個禮拜之前 在華山那邊有一群台灣人 他們自發行的發起了一個 行動的聯絡牆 就是希望可以聲援香港 那他們那一天完成之後 這些東西他們都想要到哪裡 他們就想到了 在附近的九則有書陳穆哲咖啡 所以他們把他們的這些聲援香港的這些貼 就是電路貼都放到了 放到了九則有書陳穆哲咖啡 那在牆上在那個玻璃櫃上面 就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因為香港到目前為止 每天都開始在一個非常緊張的狀況 如果可以的話 等一下大家上去樓上 花一點時間看一下書 花一點時間寫下你對於香港人的支持 這是對你的邀請 那最後呢 就是我必須要講就是 貝斯聯盟是一個非常欠缺資源的團體 真的就是靠大家的幫忙 所以就是有人提供我們的場地 然後我們趁著摩亞的時間 我們可以到三個島關來做我們的語彈車 我們很難想像我們可以有機會 把他從兄弟一起來台灣 那是我們非常就是幸運的地方 那所以我們每一次的貝斯星期四之後 我們就會說歡迎大家就是如果你身上有名錢 一塊五塊十塊五十塊都好讓我們一塊做貝斯 但是我的同事忘了帶捐款箱去玩 所以雖然沒有捐款箱 但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非常歡迎大家可以捐款給我們 好 那我做了一百個 沒有沒有一百幾個宣傳之後 我想最後我們要以熱烈的掌聲 謝謝今天的兩位 朱江征 謝謝 我要非常謝謝今天非常非常累的三億周中涵 謝謝大家